好,这里是一个分数的计算题目 当我们碰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看到很烦 你要认真去把它做通分的话 那么我这个地方呢 就做一个 就不想要乘开来 你看我是怎么做的 101乘以 我们知道69是23 3乘以3 64白这里 减掉46是23乘以2 这里有一个9 那么因为我们要做通分 才可以做加减 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在这个地方乘以2 这个地方乘以2 这里乘以3 这里乘以3 这样子是不是就有通分成功 有通分成功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做加减 那么我们可以不要乘出来 然后只要把 因为乘出来的数目次就会很大 这个64乘以2 128 3927 101 这个地方会是10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101跟101 消掉6跟2和3消掉 所以整个四字呢就会变成23分之1 你们有发现这样子算比较简单 不用把它全部都盛开来 树木质太大 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已经知道这个样子 条件是这样子 甲乙丙丁都是正整数 则 这里也是最减分数 则甲乙丙丙丁 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不会很难的 它是让你在这个通分约分的时候 你对直因数有没有那种基本概念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你要怎么去分解 好比说119跟28你看到119很烦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去做这个28分解 你可以去看我在热门影片里面的这个前面的两则里面 有在做分数的乘法那个地方 我们在做约分的时候呢 原则上你是用2357去约 那如果说你是用2357去约 你觉得它没有这样子的公因数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先用2357去帮它做一个分解 好比说这一题 这个28你可以看到说它是4乘以7 就有感觉的 我们99乘法背的很熟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试7 就是说119这个数目字它有没有7 我们就发现说这里是71777449 119呢就会是7乘以17 那么7是不是就可以消掉 4分之17呢就会等于甲分之1 好 意思是说甲会等于4 1会等于17 那么关于39跟143 39呢你就可以马上可以看到说它是3乘以13 是不是 那么就可以看143 143有没有3 它没有3就可以它试试看它有没有13 143去除以13 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11 意思是说143是11乘以13 那么13就可以被约掉 它是11分之3 这里呢会等于丙 丁 好题目是叫我们算甲 甲是4 4加上17 减掉丙 丙是11 丁呢是3 好这里呢 这里是24 24减掉11 所以会等于13 我们这题呢就选A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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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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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